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直在关注微电影中处的发展 同时我就是不久前给上宣传部就讲了微电影是如何起源的 今后怎么发展 其实微电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所以一句话叫见微知著 虽然小 但是小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就可以门槛低了 你质量就不讲究了 越是小的东西实际上是难度越大 这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跟我们网络世界 数字世界整个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大家现在随时可以在手机上 iPad上 电脑上可以看到电影 记得我这个导师Francis Coppola 他就是教父的导演 他曾经说 他讲这个话是十多年之前 他说很可能在十年之后 我们的在一种乡村 十五六岁的孩子就可以拿着小的摄影机 可以拍电影 他当然也没想到我们的这个手机 我们其他的这个媒体可以发展这么快 所以这个微电影其实确实对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娱乐界 电影业来讲是发展太迅速了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终端不一样了 就我刚才讲的 你实际上是大家都可以一个平台 大家都可以把你拍的东西搁到平台上 让你的朋友 让你的同学 让你的师长们来见识 像这种事过去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碎片化的生活 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娱乐的取向 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微电影这块 我觉得我们澳门平台做得非常好 因为每年我们的学生 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中国传媒大学 包括今年我看有NYU的 就这个平台越来越国际化了 所以我真是希望就是每年都能出新作品 出新人 我去年在到澳门来之前 我就在这个亚太电影节做了评委 其实也就是选作品 选好的作品 但这个时候我也在筹备我的上海王 因为上海王是根据红颖的小说 我大概十年前就买下它的版权 那么一直等于是断断续续筹备了十年 就是在今年的年初 一月八号开拍了 拍完之后 其实我在一两年前就开始陆续拍了些东西 那么正是拍完之后 现在正在做后期 这个戏实相当有意思 是讲的是上海的1905年到1925年 这段时间从清末到明初 整个上海的变化 他讲的是一个从浦东乡下到城里边的 乡下人到城里边一个大脚姑娘 如何慢慢地和上海的三个王 他渐渐地进入了他们的社会群体当中 最后他成了无眠之王 讲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戏里边有余南 有胡军 有凤小月 有郭彩杰 有刘佩琪 何彩飞 还是比较好的实力派的演员 实际上用现在句话来讲 就是女屌丝逆行 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 一个连官话都不会说的 讲的都是上海土话 结果他就 他学了上海话 学了官话 也就是普通话 最后会讲英文 所以这实际上是 上海是个编织梦想的地方 都是冒险的乐园 对吧 但是实际上上海是确实 让很多人有了机会 其实今天也是一样 上海为什么现在是这么多的 中国人外国人聚集在上海 其实上海它有这个传统 因为这个城市的文化基础 是外来文化 现代文化 当然在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年轻人 对自己有个准确的定位 在追求梦想 其实我一直觉得 这个所谓中国梦 它不是有空谎 它实际上就是 每个人心里边有个目标 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同时他对社会 也有自己的奉献 对吧 这应该就是中国梦 这应该是中国梦 这应该就是中国梦 这应该就是中国梦 在这边 这应该是中国梦 我们年轻人的 这应该就是中国梦 这应该就是中国梦